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呢大概把Po的一些構造 這一些都講過了嘛 對吧 這沒問題吧 那我們今天要接著來講一下跟Po有關的計算 那在播相關的計算呢 我們大概需要知道一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發出去的這張獎勵 關於播的計算 我們要知道的 需要知道什麼 來 OK 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第一個圖來講 以第一個圖來講 那我們說呢 以Po的計算來講呢 我們呢 來看一下這個立體 那我們說啊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Po對於一個 Po的計算的相關題目 我們最需要匯的是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什麼 要匯算Po的個數 所以Po的個數呢 在前面有教過各位一個Po呢就怎麼樣 要四個政府嘛 上上下下四個政府嘛 還有呢 你需要一段時間嘛 所以這一段時間就是Po的周期 所以你做出來的Po就會是一段特定的長度 所以這一段長度我們叫做Po長 所以呢 以第一個圖來講 第一個圖 各位看得出來這裡有幾個Po嗎 所以呢 不要忘記Po的個數怎麼分 風到風 鼓到鼓 上下乘一元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從這個地方 從平衡點開始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想 這裡上半圓下半圓 所以上半下半一個Po 對不對 再來上半下半兩個Po 再來上半下半三個Po 上半下半四個Po 所以呢 你在這個圖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它 第一個它有四個Po 再來它的Po長呢 因為它總共用了40公分 所以40個Po 40公分 一個Po就只有10公分的Po長 再來 那以頻率來講 還記不記得什麼叫頻率 頻率指的就是一秒鐘震動的次數 所以一秒幾次這個叫頻率 所以如果它只花0.1秒就可以做出4個Po 好 那換句話說 給它完整的1秒它可以做幾個Po 40嘛 所以1秒40個Po 頻率就叫做40赫茲 所以如果你知道頻率F是40赫茲 那它的導數就是周期T 所以以周期來講 周期就是多少 40分之1 OK嗎 他們兩個互為導數 來 那呢 政府怎麼看 那政府我們說 從最高的波峰到平衡位置 這一段就叫做正幅 或是從波谷到平衡位置 這一段也叫做正幅 所以它的正幅其實只有幾公分 其實只有5公分而已 所以波數有多快呢 那波數V會等於什麼 F乘以Landa 所以F在這裡 Landa在這裡 所以兩個相乘 最後多少呢 400 會不會很難 不會啦 所以只要你會分辨波的個數 就可以了 那呢 但是呢 身為一個充滿善意的老師 我們在出題目的時候呢 出這一種算是很有同情心的 那呢 比較沒有同情心的呢 會怎麼出呢 比較沒有同情心的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比較沒同情心的 我們就會這樣子出 所以呢 像這種呢 叫做沒有同情心的出法 來 這種沒有同情心的 它的差別在哪裡 來 第一個 它的起點 不會是中間平衡點 所以這個比較適合用什麼呢 股到股來計算 所以這裡股到股 一個波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到這裡七個的時候呢 還沒處理完喔 它這裡還有幾個正幅 來 自己看一下 它這裡往上拉到波峰 所以它還有兩個正幅 所以換句話說 它有幾個波呢 7個半 也就是7.5個波 OK嗎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所以那波長幾公分 那有些人會選擇硬算 那硬算就是 它這裡長度30 好棒棒 所以 30除以7.5波長是 4公分 OK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對於計算上比較 討厭的 那呢 老師給你們另外一個建議就是找格子點 你們以前在國藝術學學直角座標系的時候有學過一種東西叫做格子點對吧 什麼叫格子點 直角座標系上面 S座標整數 Y座標也是整數 簡單來講就是漂亮的數字的位置 對吧 所以在這裡 你們覺得哪個位置最漂亮 是不是很明顯在 20這個位置最漂亮 對不對 因為它同時是波股 而且 同時還是整數 所以你看從這裡 波股到波股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五個 五個波用20公分 一個波用4公分 也可以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 那頻率幾赫茲呢 來 所以0.25秒做出7.5個波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 用 次數去除以時間 也就是用7.5去除以0.25 你就可以得到頻率 對吧 次數除以時間就有頻率 OK 可是這麼想 其實是不太好想的 而且有些人看到 7.5除以0.25 國小數學比較爛的就直接放棄了 所以在這邊我會跟你們講 0.25在我的眼中 它不像0.25 它比較像什麼 它比較像是四分之一 所以給你四分之一秒 你可以做7.5個波 那給你完整的一秒 你可以做幾個波 是不是叫做4倍的量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 頻率就會是30赫茲 所以週期 會很醜 它是一個除不盡的數 就是30分之一 OK嗎 所以以政府來講 那政府對 老師你看到這裡 10所以就寫10嗎 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是要從平衡位置來看 所以5到10這裡只差了多少呢 只差了5而已 OK嗎 所以跟波谷的0也是差多少 也是差5 所以政府只有5公分 OK 再來波數一樣 V等於什麼呢 F乘以λ 所以波數就是 每秒120公分 所以到這裡 其他三題就自己寫一寫 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會很難嗎 還好啦 所以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下一張 以下一張來講 下一張就開始比較難了 我們說一個波正在移動的話 我們要怎麼看 他未來會怎麼樣 怎麼判斷他的趨勢 所以在這邊 很快的看一下 剛剛發下去的這個圖 他說有一個往右傳遞的連續週期波 所以這個波往哪邊傳 往右邊跑喔 所以他往右邊跑 好 那接下來呢 他要問你 他的頻率1赫茲 經過1分之1秒之後波行要變什麼 那這個東西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能夠知道 所以在這裡我跟你們講 像這種判斷波的運動的題目一定會出 但是呢他其實嚴格來講 他只有兩種東西而已 來第一個就是 波太 他在移動的時候 戒指會不會跟著往前移動 不會 所以戒指只會原地震動 所以這種原地震動的感覺很像什麼呢 很像有一種東西叫做波浪5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所以這裡給各位看一下什麼是波浪5 那波浪5呢 波浪5呢像什麼呢 來像這個 哎呀 OK 很順利的跳過廣告了 這個是 打棒球的時候 在表演的 那是觀眾自己表演的 所以來你們呢 仔細看一下 來你們看到這個畫面會覺得一個坡往左邊跑過去 對吧 可以理解喔 好 來 可是有沒有看到 這裡哪個觀眾飛出去了 有沒有任何觀眾飛出去 沒有 所以波子會在原地 怎麼樣 讓戒指震動 但是波的形狀會傳出去 所以你先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呢 是在這個觀眾席裡面的其中一位 請問一下 這個波呢 現在 我們看起來他往哪邊呢 他往左邊傳遞了 請問一下你身為一個要參與的觀眾 你應該看哪邊 你應該要看波的來向還是看波的去向 你要看波的來向對所以各位都很聰明所以呢 他看波的來向而且只看誰 只看他旁邊 相鄰的那個人的動作對不對 所以你旁邊這個人只要站起來了下一個瞬間就換你站起來 你旁邊這個人坐下去了下一個瞬間就換你坐下去 同意吧 所以第一個我們是看波的來向做動作 所以呢你看這裡這裡每個人呢 如果鏡頭有帶到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看的位置都是看波的來向 所以這裡有沒有看到每個人的頭都看不到臉 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在看波的 來向會不會去看波的去向 不會 好 好 所以呢如果知道這些基本規則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在這裡 如果我們在這邊找五個 比較有 特定性的點 像什麼呢 波風波股平衡點這三個 位置 比較有指標性的位置 我們找他來看的話 今天這個波往右邊傳遞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個點 他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動 波往右邊傳遞 所以他要看波的來向 對吧 所以這一個波的來向的位置 這一個人他旁邊 你想像一下這裡一個人 這裡一個人 這個人他已經蹲下來了 所以呢他 下一個瞬間他就會怎麼樣 他就會下來 對不對 對不對 而這一個人旁邊下去了 所以他下一個瞬間他也會下去 對吧 而這一個人他看波的來向 喔我旁邊的站起來了 接下來我也要站起來 所以我旁邊的站起來 我也要站起來 我旁邊的站起來 我也要站起來 所以呢 他的形狀呢就會開始 按照這個趨勢 產生變化 所以呢這個點他旁邊應該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應該往下 對吧 所以他就會跟著 往下 所以到這裡 第一個概念呢 我們先知道戒指怎麼動 戒指呢他的移動方法基本上是看 波的 來向 做動作 所以他是看波的來向 的那個位置的指點 他做什麼動作跟他相鄰的那個指點做什麼動作 他就做動作 所以呢 第一個他是看波的來向做動作 再來那第二個呢 那他應該要動多少 動太多不對動太少也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要從頻率這裡來看 從週期這裡來看 所以呢在這邊呢我們已經知道他的頻率是1赫茲 所以1赫茲指的是什麼 1秒 只能做幾個波 1秒1個波 所以1秒1個波這個是頻率 那反過來說那他的週期T就是多少 他的週期T就是1秒 對不對 OK喔 好那週期T1秒 接下來 那1個波 所需要的4個政府 做完的時間也就是 一個週期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週期如果是1秒的話 1秒就相當於幾個政府呢 1秒就相當於4個政府 同意嗎 他就要動4個政府有沒有問題 好但問題來了 今天我這裡只有4分之1秒 所以當我經過4分之1秒之後 我應該 做幾個政府 所以1秒4個政府 1秒4個政府 4分之1秒應該要幾個政府 1秒4個 4分之1秒要幾個 一個嗎 所以他4分之1秒只移動了 一個政府 所以馬上就可以知道原本位於平衡點的他就會往下 挪動一個政府就會來到 波股 而原本在波股的往上移動一個政府就會在平衡點 而呢在平衡點的往上一個政府就會跑到波峰 而波峰往下一個政府的 就會達到平衡點 而平衡點往下一個政府的到波股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位置之後呢 就幫他畫一個漂亮的震前波 如果你們畫不出震前波拉直線也沒關係 所以呢他會這樣子上來 再來勒 過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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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所以他會做出一個漂亮的震前波 來 那麼 如果你今天讓他的時間再更多一點 再更多一點 所以呢經過幾秒呢 經過 半秒 所以來看一下 那在這裡半秒的話 半秒的話他應該要做 幾個政府 所以1分之1秒一個政府 4分之2秒也就是半秒 他是不是叫兩個政府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從他原本的位置往下 再往上 所以我跳出去的我又跳回來了 所以最後又回到平衡點 對不對 但是呢原本在波股的他會持續往上 所以往上之後他就會怎麼樣 往上一個往上兩個 所以最終他會落在波峰 而呢在平衡點的他往上又往下 最後又跳回來了 OK 再來啊原本在波股的往下再往下 這樣子兩個政府所以他會來到了波股 而平衡點這個位置往下又往上 OK 又來到了 波峰 OK嗎 所以呢他最終呢會形成一個波形完全相反 也就是我們說的相位完全相反的波 好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嗎 好所以呢接下來第3個圖第4個圖交給各位去畫 好 所以呢各位呢如果你們對這個東西啊 有最基本的感覺了的話 你會發現 只要每隔1秒 這個位置他的波形就會跟一開始的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只要每過一個周期 或者是整數個周期 他的形狀 坡的形狀就會跟他現在所看到的一模一樣 沒問題吧 所以這個時候呢最後的這個圖呢就會變得 沒那麼難了 所以呢來看一下 他說頻率1赫茲如果經過6.5秒請問 6.5秒的這個6 你需要在意他嗎 其實不用 對不對 6.5秒的這個6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在意他 你需要在意的是這個0.5秒 所以呢 等於說他經過6.5秒跟經過0.5秒的形狀會不會一樣 他會完全一樣 同意嗎 同意嗎 好 所以呢到這裡呢 沒問題的話 來那我們呢回到課本 來所以課本拿出來了 好 好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課本 來3-1來 所以波的傳遞跟波的特徵 來 所以呢什麼是波 你只要在戒指中對戒指產生擾動 這個就是波 所以呢這個波呢就會往四面八方傳遞出去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樹葉或是有一艘 紙飛機或是你心愛的東西 飄在水上面掉到水裡面 沒有沉下去 這個時候呢你用力的去撈水 這個時候這個東西會不會靠近你 其實不會因為你只能拍水製造出水波 所以這個東西只會上上下下 它並不會靠近你 所以我們說呢以波來講呢來幾個東西先知道 所以只要呢我們說這些物質只要受到擾動 它就會形成波 所以呢那這個波呢只要傳遞出去的現象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波動 所以造成物質擾動的來源我們就把它叫波源或者叫做震動的源頭叫震源 而傳遞呢的物質就叫做戒指 所以像水就要用什麼呢 水 的話就水波 那呢繩子的話就繩波 那呢彈簧的話就彈簧波 來 所以很快的往下看 來所以呢各位 那呢剛剛你們也學到政府上上下下 之前也講過政府上上下下 來 所以請問一下 那呢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圖 它的波是怎麼做的 上下下上 還是下上上下 還是上上下下 還是下下上上 還是上下上下 來 所以呢 首先你只要先知道第一件事情這個波往哪裡跑 如果你認為這個波往 右邊跑的話 這時候呢你可以知道它一開始的動作一定是怎麼樣 往下 再來 才會 往上 再來 再往上 最後呢 往下 所以它是下上上下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子一個形狀的波 可以嗎 喔 好 那呢 再來 那我們呢 看一下隔壁這一頁 所以我們說啊 如果你需要戒指來幫忙傳遞的波 我們把這一種波稱之為什麼呢 我們就把這一種波稱之為力學波 那不需要戒指的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非力學波 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電磁波都是屬於非力學波 好 好 那呢後面這裡呢 我們說 哎呀 後面呢這裡呢我們大概看一下 我們波呢有一個特性 它只傳遞能量會不會傳遞戒指 不會啦 所以你在彈簧上面綁個記號 這個記號不會隨著波的傳遞跟著被傳出去 所以這個看看就好 好了 那呢 接著呢 來看一下 下一頁 所以我們說啊 我們只要手擺動彈簧一次呢 就可以形成一個彈簧波 所以呢 你這個波呢 的震動模式呢 喔 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把波的震動模式呢 分成橫波跟 重波 所以所謂的橫波指的是什麼呢 當你的戒指是上上下下 但是你的波是往前跑的 這兩者之間它會形成垂直 這一種就叫做橫波 所以戒指震動方向與波前進方向垂直的 成為橫波 那 如果是平行的呢 我們就把它叫重波 所以橫波呢 因為常常會有高高低低或左左右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把它叫做高低波 那呢 重波呢 則是因爲什麼勒 則是因爲呢 它會在彈簧上面製造出 比較緊密的部分 跟比較疏鬆的部分 所以呢 緊密的部分呢 就把它叫做密步 那呢 疏鬆的部分呢 就把它叫做疏步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種波叫做疏密波 所以 你可以理解成什麼呢 密步 的地方 就是一個波峰 而疏步的地方 就是一個波 所以呢 兩個密步之間的距離 就是什麼勒 就是波長 LAMDA OK嗎 所以遇到重波呢 你可以這麼理解它 你可以這麼理解它 來 你那個畫錯了 接下來 後面這裡呢 什麼橫波 重波的特性 這個呢 就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來 那接著呢 我們呢 繼續往下 所以如果在彈簧上面呢 給它綁個漂亮的蝴蝶結 這個蝴蝶結呢 基本上不會隨著波的前進往前跑 好但是呢 從這裡開始 是關鍵囉 來那我們說 波傳遞的快慢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波速 那所謂的波速它其實是一個物質的 物理性質 所以你相同物質 相同狀態 相同性質 就會相同波速 所以像現在這間教室裡面 我講話的聲音跟你們講話的聲音 誰的音速比較快 要一樣快 OK嗎 所以我大聲講話跟我小聲講話 哪一個音速比較快 還是一樣快 所以我講話好聽還是講話難聽 哪一個音速比較快 一樣快 大聲小聲有差嗎 都沒差都一樣快 所以呢這個呢 要特別記住 所以呢 波速呢 它是一個物質的物理性質 所以它既然是速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距離去處理時間 那至於波速的推導呢 因為前面也講過了 所以 我們這一邊就不再講 來 那我們說 如果你做了一個波以外 你不夠 你還要一直做一直做 不停的做 這種波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周期波 或者叫做 連續 周期波 所以 像連續周期波呢 最高的叫波峰 最低的叫波骨 如果它的長度 這個就叫波長 所以風到風 谷到谷 上下乘一元 都可以叫做一個波的 波長 OK嗎 所以一個波的形狀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直接來判斷出來 那呢 下面呢 重波呢 也一樣 來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以波長來講 以波長來講 我們說波長啊 你可以用風到風 谷到谷上下乘一元 這樣子判斷 那呢 至於 這個位置叫做正幅 也就波峰 到平衡位置 或是波股 到平衡位置的這一段 這個位置呢 我們可以把它叫正幅 所以這個正幅 跟什麼有關呢 它跟能量的大小 是有直接關係的 所以你的能量越大 正幅就越大 所以這邊呢 很快的看一看就好 好了 再來 那我們說呢 在後面這裡 這前面有介紹過的 這個只是在幫你們 複習一次而已 那我們說呢 在一個波 它通過繩子上面的一個點的過程 它的戒指會有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它需要 四個正幅 所以呢代表 它需要一個週期 所以你給它這個時間 它就會跑出去一定的長度 所以這個波 就叫做波長 所以 週期 分支什麼呢 波長 就是我們的波數 那週期因為它指的是 一個波要有多少時間 那反過來講 那 給你一個固定的時間 也就是1秒 你可以做幾個波 這個就叫頻率 所以頻率有個單位 頻率有個單位 就叫做赫茲 那呢有時候我們也會寫個 H簡稱為赫去代表它 所以 HZ H 基本上都通用 那呢 最有問題的 是下面這個圖 來 那呢 下面這個圖呢 各位來看一下 那呢我們說 在下面這個圖啊 它說 圖怎麼樣 它說擺動慢 所以它1秒產生兩個波 所以這個時候波長就會變長 那呢 V這個圖呢 擺動比較快 1秒產生4個波 所以這個時候波長就會變短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我們啊 如果從公式上來看 也就是從它的性質上來看 因為你今天已經是什麼 相同物質了 對吧 所以你相同物質 相同狀態 相同性質 就應該要相同波數 所以來這裡 我們說 那因為 波的石 傳遞呢 波數呢 它是一種物質的物理性質 所以只要你相同 物質 你們般的比著嗎 好像 變粗了 來 相同物質 相同狀態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 相同性質 OK 所以相同性質呢 就會相同 波數 相同性質它就會相同波數 好 這個概念我們要怎麼理解它 來 所以我們利用公式 公式 公式已經告訴你 公式已經告訴你 v等於什麼 v等於f 乘以 λ 那它也等於什麼呢 周期 t分之 λ 那 那我們 我們去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它被困在同一個物質中 這個時候它的因素就一定會相同 所以因素相同代表你的波數 v 不會變 對不對 所以v不會變的時候呢 你今天如果讓你發音體的頻率開始變高 那這個時候 你發音體頻率變高會怎麼樣呢 來所以你看好囉 你頻率變高了 但是你相乘要乘定值 所以代表你的波長就會怎麼樣 就會變小 所以像你在一個 彈簧裡面 你要做一個波 這個時候彈簧的張力 彈簧的重量都已經被限制住了 結果你在彈簧裡面怎麼樣 手速很快的震動 讓你的震動頻率變高 這個時候它的波長反而會被壓縮掉 OK嗎 所以呢 那波長被壓縮掉 周期也怎麼樣 也會跟著被壓縮 而且頻率跟周期本來就互為倒數 好那反之 如果你今天呢 讓你的手速慢一點 你製造波的頻率比較低 這個時候你做出來的波 波數還是得一樣 但是你的頻率下降了 它就勢必要把波長把它給拉長 OK嗎 可以喔 所以波長拉長之後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那這個時候呢 波長拉長 周期也會跟著 拉長 所以在這裡記住 同介質同狀態中 波數不變 所以頻率越高的 周期反而越低 波長也會跟著越小 所以到這裡基本型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基本型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繼續回到課本 繼續回到課本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個東西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喔 那這個東西 它呢1秒2個波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可以說它 2赫兹 所以它這裡2赫兹用了幾公分 用了6公分 所以代表它的波長拉達只有 3公分 所以它的波數是6 對不對 但是你看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呢 它1秒4個波 所以它是4 赫兹 它這樣子處理完之後 它的波數 依然是6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呢 要回喔 好 那接著呢 繼續往下 所以呢我們呢後面這裡導出來的V等於F浪達呢 這邊呢就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 那呢課本上面呢 這裡也有它的題目 也有它的題目 所以這邊呢 就自己寫一寫 好的 追到這裡3-1有沒有問題 好然後那個 作業 今天的作業 這三張 那個 筆記的部分 交到哪裡寫到哪裡就好了 至於剛剛 額外發的這兩張 就把它完成 你們班的那個試題網寫了沒 試題網還沒寫 來試題網也把它寫一寫吧 試題網那個3-1的那個填充體把它寫一寫 OK嗎 試題網3-1的填充體也把它寫一寫 寫了嗎 我記得我上次有膠帶 好 那就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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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